近日 黃埔軍校就職紀念館外 芳草七七 館內熙熙攘攘 參觀者絡繹不絕 1924年6月16日 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積極支持和幫助下 孫中山創辦黃埔軍校 作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成果 黃埔軍校承載著海峽兩岸共同的歷史記憶和文化傳承 這些年 除了黃埔校友以及他們的後人 會來到黃埔軍校就職 重溫學習時光和追尋革命先輩的足迹外 也會吸引台灣遊客前來參觀 去年的話 我們是接待了台胞3000餘人 他們其實主要關注第一的就是黃埔軍校的一個發展歷程 第二個就是了解黃埔軍校它在中國歷史上發揮了怎樣的影響和作用 他們其實主要的參觀區域就是黃埔軍校校本部舊子 因為校本部它當年就是黃埔軍校教官和學生的一個主要的學習生活的一個產地 而我們也是在校本部還原了當時包括像各部門的一個職能辦公室 還有學生的宿舍等一系列的一些設施 為了讓更多台灣青年了解黃埔軍校的歷史文化 廣州台灣青年里南文化講解員專場展演活動近日在廣州舉行 八位在廣州學習 就業 創業的台灣青少年代表依次登台 他們的演講引領著眾人穿梭於辛亥革命紀念館 黃埔軍校就職紀念館 南沙天后宮等對台交流基地之間 台灣青年展演員他們的學習熱情都是很高的 非常的虛心好學 他們也向我們館的資深展演員去請教各類問題 以便能夠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黃埔軍校的歷史文化 而且通過這一段學習的經歷 他們也更加能了解到折命先輩的一個奮鬥歷程 了解到精神血脈的一脈相承 因此他們不管是在再歲期間還是回到台灣 他們也會積極地向身邊的朋友 向身邊的青年去宣講黃埔軍校的歷史文化 為促進兩岸的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來做一份貢獻 今年是黃埔軍校建校百年 黃埔軍校就職紀念館將以此為契機 通過打造各類主題研學課程 製作黃埔記憶學習包等方式 進一步擴大兩岸的交流與合作 從引進來和走出去兩個維度開展社會教育活動 加強海峽兩岸交流基地建設 我們一直是想堅持一個請進來和走出去 雙項結合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因此在請進來的同時 我們也在積極探索走出去的一個機制 就是想把黃埔軍校的一些精品展覽送到台灣 今年6月16日是黃埔軍校建校100周年紀念日 目前就職紀念館正在升級環境設施 遊客服務 主題展覽 講解島賞等多個方面 提升兩岸交流的參觀體驗 黃埔軍校一直以來就是兩岸文化交流的一塊精緻招牌 而黃埔軍校就職紀念館是海峡兩岸交流基地 交流點 我們也希望借黃埔軍校百年華誕之際 能夠進一步傳承和弘揚黃埔軍校愛國革命的精神 從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推動祖國完全統一大業早日實現